真的如果那個病相對比較少見 真的你說醫生拿那麼天重英明 第一個就猜最罕見 你一定不會嘛 我印象比較深刻是 之前有一個醫生分享的 這個可能陳醫師他們 或許也有機會看到 就是那是一個國中女生 國三的女生 那那個時候呢 可能還要準備考試或幹嘛 所以壓力也比較大 所以他們就慢慢發現說 這個女孩子怎麼 有一點點變得怪怪的 就是除了偶爾會喃喃自語 然後個性變得很奇怪 所以家裡面第一個想到說 要受驚 所以第一時間就先帶她去受驚 受驚了幾次之後發現 真的沒有效 沒有效之後家人終於 心中接受說有可能 真的出了什麼狀況 那精神科看她這個情況看 也像 尤其也是像是 比較可能會發病的年齡 到了青少女的這個時候 然後壓力又很大 可能就觸發了她 從開始比較內向 開始有奇怪的轉變 那就先收治療 因為那個時候她的狀況 已經有點開始 就是比較激動了 所以他們就把她收治療 她不吃藥還沒那麼嚴重 她吃藥之後 然後他們就想說奇怪了 怎麼會這樣子呢 這吃下去應該有效果 現在已經很好的病 後來他們開始想說 她會不會不是這個病 她可能是一種腦炎 叫做 反正管她這個就是很那個 對 沒關係 聽不懂沒關係 病名就很難唸喔 什麼NBA 對 NMBA 就是我們一般腦炎 常常都是因為 比如說細菌引起 或病毒引起 它都不是 那那是什麼 身體對某一種東西 莫名其爆出現 抗體在對抗它 那常常出現在女生 尤其像這種十六七歲的青少女 也算是很耗發的血 抽血液檢驗發現 她說血液裡面 特殊的那個指標 果然高起來 高起來 高起來通常這時候 要做一件事情 要找元凶啊 可是這女生很倒楣 她們找遍她全身 找不到那顆元凶在哪裡 說奇怪 沒有元凶怎麼辦呢 沒有元凶不管 沒有元凶還是照醫 因為元凶血僵致 換一些方法 先把它處理好 治療好了之後呢 幸好她算是發現了早 整個人就好好的 完全恢復正常就出院了 仿佛沒事般 可是你知道以前 在還不知道這個病的情況下 很多人一輩子 就真的被當精神病人 就這樣治療耶 對啊 因為這個病是 到了1997年 好像才被確定說 有這個疾病 現在的疾病 真的越來越多 而且你看 我們剛剛聊下來的 每個都是罕見的病例啊 那你說遇到罕見病例 醫生沒有找到 感覺上好像也是 通勤達理啦 就是說合理嘛 因為畢竟它是少數 對 但有時候如果遇到一些 就是滿常會發生的狀況 醫生也是一直沒有治療好的話 你說 例如婦產科嗎 感覺婦產科抽菸波照 不是就應該發現問題 在哪裡了嗎 那我遇到的病患就是這樣子 是一個大概中年女性 然後她急性腹痛來到急診 對 那來急診的話 當然就是先幫她 抽血液一堆的指數 看起來不像是 感染人發炎的狀況 然後後來就幫她 掃一個電腦斷層一看 就發現說卵巢 有一個十二公分的囊腫 看起來懷疑是 卵巢的一個扭轉 造成急性的疼痛 然後那時候就 卵巢的扭轉就要馬上處理了 就要馬上處理 對 所以我剛剛講說 這個處理很多啦 反正卵巢扭轉 我們就是把它看 如果沒有壞死 我們就把它轉回來 把囊腫拿掉就好了 如果卵巢扭轉到已經壞死 那就沒辦法切除當側的卵巢 也就改善了這樣子 那也可以用微創的方式做進行 另一位病患 因為她已經有生過 不過進去也真的很不幸 她那一側已經完全的扭轉 整個已經黑掉了 所以她完全沒有協議的狀況下 我們就只好全部切掉 全部切掉 那其實術後恢復也都蠻好的 我們一般微創的手術 大概住院開完刀 大概兩天左右 她就出院了 出院也沒事 等到回來看病理報告的時候 不巧 我的手機就收到簡訊 她說 李醫師某某病患的病理報告 有惡性細胞 竟然是這一個 開急診手術的一個病人 那當下病人其實就晴天霹靂 沒錯 很難接受 說是 是惡性的癌症 那所以是卵巢癌嗎 就更不巧的是 病理報告告訴我們說 不是研發的卵巢癌 這 這是什麼意思 所以是有轉移了嗎 意思是說 有地方轉移到卵巢的癌症 是別的地方有轉到這裡 對 那更不能接受了 對 所以 第一個病人就馬上就很不高興說 為什麼 如果是惡性的腫瘤 你們當時電腦斷層沒有打 那你也沒有跟我講說 是惡性的癌症 對 我說因為它那個扭轉的部分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事先判讀 那她說 那她就更不高興 她說那既然你們沒有辦法 說是卵巢癌的話 你為什麼把我的卵巢拿掉 那我就說 它不是已經扭轉都黑掉了 對 我說因為扭轉了 所以必須把它給處理掉 對啊 那她就說 那到底是哪裡的癌症 你總是要告訴我是哪裡的癌症 那我們後來再重新看電腦斷層 其實真的看不出來哪裡有問題 那但是病理報告 其實有給我們一些提示 病理報告說看起來像是 腸胃道的細胞來的 只有這樣子寫 腸胃道的細胞來的 我們有會診那個一般外科 那再來會診腸胃科 想說先幫她照腸胃鏡的部分先看 在胃鏡看到了一顆 大概一點多公分 其實說是腫瘤看不太出來 就是一個潰癢的位置 對 一個潰癢的位置 那胃鏡在那個地方有切片 那最後證實是一個 胃癌的部分 那只有這個胃癌 就這樣小小一點 直接跑到卵巢 就算是 第四期的癌症 但是我們後續再怎麼看 其實都沒有辦法 數前在電腦斷層看得出來 好 魏醫師 因為你在急診室 是 我覺得急診室 如果一時半刻 沒有找出一些原因 病人會不會對你們包容力 比較大一點 沒有喔 而且 沒有 你來到急診 通常病人會說 你快要誤診了喔 對 因為你來到急診 病人藥不是很不舒服 其實病況就是很危急 所以有時候 他們沒有得到一個答案 他們是輸 會對你非常的不適合 非常有情緒 那其實在急診 最常見的發燒 你要嘛就是感冒 呼吸道的感染 對 腸胃道的感染 逢物性組織炎 蜜藥道感染 其實它都有感染的症狀 就是肯定有一個地方在發炎 對 一個地方在發炎 再配上發燒 你很容易就可以診斷這些疾病 其實我們最擔心 其實單純就只有發燒 沒有症狀 我印象很深刻 是一個洗腎的六十歲 他有糖尿病 然後又規則一三五在洗腎 所以他其實定時 就會來到洗腎室 看到他的腎臟科醫師 那其實在那一週 他就是都一直微微的發燒 那每次來洗腎 洗腎的醫師就會仔細評估 其實他洗腎檢就在發燒 所以很顯然 在管路上也沒有什麼問題 那因為沒尿了 所以也沒有小便的症狀 也沒有腸胃道的症狀 所以他單純就是一個發燒 那因為那時候 症狀也不是那麼的厲害 又會全身痠痛 所以其實當時他說 他腸胃科醫師就跟他說 也許是病毒的感染 造成類似像感冒這樣的病毒感染 這樣 所以我就先給你開 最少要回去 你如果發燒就先試試看 你已經講試試看囉 努力看 這個關鍵字就出現了 好 那他那一週去洗了 禮拜一去洗腎 那那天當然就是發燒回家 那禮拜三來洗腎的時候 其實他在這都間血性會發 但是就是燒得不高 因為沒有什麼太嚴重的變化 血壓什麼 生命之下都正常 但是終於到了週末 其實在家裡高燒到四十度 而且你知道有時候 那就不正常了 你在那邊發燒的時候 那種胃寒 有時候家屬看來都會很害怕 對 因為他就是抖得非常厲害 所以家屬都會 就會覺得一定是有什麼大問題 對 家屬終於信心崩潰了 所以就趕快把那個病人帶來急診 那我再去問症狀的時候 事實上還是沒有明顯的症狀 他一樣跟你抱怨 我除了發燒 以後我頭也不會痛 我也沒有別的 沒有別的任何的蛛絲馬跡 那因為他糖尿病又犧牲 其實那時候也只能跟他解釋 我們有時候 細菌跑到血液裡面叫菌血症 它的確不會在某個地方出現 很明顯的症狀 但是你就是感染的 那我們如果要做治療 當然要對症下腰 可是你做了血液培養 大概要三天 你真的長菌 他才有辦法培養出細菌 所以我們現在也沒辦法 跟你答案 但是我們先用一些 強效的抗生素先 好險 我也好緊張 那帶他來的兒子 就完全不能夠接受 他說我前前後後 我不想再努力了 對 你能不能給我一個答案 我實在是對你們很沒有信心 我真的 連你都要崩潰了是不是 後來我真的是賭上鋼鐵人之名 我真的一定要把他檢查出來 我就重新再去把這個病人 摸了一遍 因為有時候真的是 潛藏在一些關節裡面 你真的是很難 他自己也很難去描述 那種不舒服 我就幫他做了一個 電腦的斷層掃描 結果就真的很意外地發現 在他 那是什麼 就是有一些病毒 一些細菌的感染 隨著血液裡面 後來卡在我們的腰部裡面 形成了膿包 化膿在那個地方 事實上它還是一個 血行性的感染 只是順著血液 就剛好停在他的腰部 那就是終於找到病兆了 對 所以我那時候整個人 就是對自己 我開始去找家屬說 你現在就是有膿包 在兩側的那個腰部的肌肉 所以你要 可能以限制一段它的量 你可以先試著 我們用方式科 把引流管 把膿包引流出來 加上我們一開始 就用了抗神素治療 看效果會不會就是完整 所以我就幫他安排 家務病房要讓他去住院 結果那個 就聽到他兒子 就在跟其他家屬講電話 睡睡念 一開始就跟他們說 腰痛發燒 就還檢查不出來 真的是 就聽了也不知道 要怎麼去跟他們解釋 其實在事後 因為我連我自己 都覺得是有點髒道的 就是 因為老實說 他的描述真的就是痠痛 然後你說那個腰痛 真的有意義嗎 老實說我到現在還很純疑 可是就是檢查出來了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